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六月十九號新中華新聞 我是林怡婷 新聞一開始先來看到 日空23六天憲端容 修訂公約結束節 第十七號晚上開始流來頂頂 關注王輝比跟憲定的鄉親 貴賓是作為為結束節來頂頂 在六天中山路 老家、公會等 貴婚行結束村 以及跟六天客 推出一系列整體結束 歡迎大家作回來六天欣賞 日空23六天憲端容 修訂公約結束節流來頂頂 關注在六天中山路 老家、公會等貴婚行結束村 跟六天客 推出一系列整體結束 大陪各種的頂 有夠主要的柴犬 做得難 讓大家可以更輕易 來到六天接頭 從今日起一直到七月底 在我們的鹿港西中山路 還有老街、規劃像藝術村這些區塊 我們都有做小鎮光影藝術節裡面的一個布燈 那裡面呢這次我們是用到這個廢材、柴犬 來做我們的這個導覽 透過廢材 跟我們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夠來做連結 那也有這個柴犬來做我們導覽 讓大家能夠更加的深入來入港 那這一次我們的區塊有分做八大主題 那除此之外的話我們還把AR的這樣情境帶進來 讓我們鄉親在這邊拍照都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這個感覺 那除此之外我們在鹿港 這個舊鹿港西上面的一個這個區塊裡面有放旋轉的這個咖啡杯 那你只要六月、七月在彰化線境內消費滿三百塊錢 就可以憑著這個收據來這邊做一趟免費的一個咖啡杯的一個這個旋轉 那在這邊還是歡迎大家即日起可以來我們的這個鹿港 那來慶端陽來看我們的小鎮光影藝術節 今年很多的鄉親 大家都共同來參與這個藝術節的這個活動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彰化縣政府的一個規劃 那尤其今年也特別熱鬧 我們公所跟彰化縣政府共同來推動我們這個慶端陽的一個活動 可以說帶來我們全省很多的好朋友 大家來共度我們的端午節 那尤其在我們公所這邊也規劃了鹿港四季 下道端陽的活動 而由於系列的活動 在我們工會堂那邊也有一一的整個系列活動 還有我們在武廟 還有我們的藝術村 都有展開我們很多的鹿港在地的美食文化 依的很多的呈現 歡迎所有好朋友 大家能夠來到我們鹿港 從6月22到6月25號 共同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在美麗的地方以外 在六天開完工場 在晚上六點到十點 還有每百點到一次的水域表演 政策水域也很大的賓獎 全能形象 新秋華新聞 快兩千六港 彩虹報道